哈喽,大家周末好,今天是星期六,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有一个朋友叫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然后我现在准备化个妆 然后晚上就去跟我朋友一起吃饭 吃完饭之后,他说要去他们家打麻将 我记得很久没有打麻将了 那我现在就先化妆,一会儿化化好妆 带给大家看,拜 今天这个妆容显得好白 今天为什么显得我这么白 因为你穿的是黑衣服,所以显得白 好冷啊 一会儿要去吃米线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米线了 今天天特别好 大太阳 有照片 还好 15分钟 奶刚 有点 也有点 酱 alte 我们现在要去朋友家打麻将 太可爱了 你摆的怎么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要包馆炖 吃宵夜 会做饭的男人好厉害啊 这个方子传给你 我们俩不一样 我就是猫耳朵 我喜欢这种精致 回家了 好累啊 现在已经晚上一点了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玩这么晚 我们回来还在堵车 外面街上还是超级热闹的 就感觉这边人到了周末就整个人都疯了 就在外面疯狂的喝酒啊玩啊 路上全都是人和车 感觉自己已经明显的老了 不能跟他们那样去玩的 我要去洗洗澡睡觉了 晚安大家 明天见 拜拜 哈喽 大家上午好 刚刚撸了个妆 好久没有画过这种桃花粉那种妆了 就是用Huda Beauty那个盘画的 前天收到一个Arizia的包裹 买了两件衣服 但是这个短裤我试了一下 感觉不好看 然后我今天要去把它退掉 嗯 还有就是最近我们准备要搬家了 因为我跟我老公买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一个House 然后月底才可以搬进去住 所以最近就是挺忙的嘛 我们也一直在看陆陆续续的看一些家具啊什么的 都是在网上看的 还没有去店里实体考察一下 可能最近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家具店 不知道大家对这方面感不感兴趣 我现在在做饭 所以我就先不跟大家说了 下午我要去退这个衣服 然后应该要去轰底泡买点东西 如果有空的话可能会去家具店看一下 嗯 那我们再见 拜 我们退完货了 然后现在走着去家具店看看 那我已经用火是神经病了 你看看刚才那个小朋友要看我的眼神了吗 你不是吗 空白了 空白了 我自己绝招就给自己抽花 大家好 我的英文名叫Maisie 我的中文名叫三经病 你一名 你一名呢 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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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花 我们到了就是这一家 Mob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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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逛完家具店了 逛了三家 在那个很贵的家具店看了一个沙发 一个沙发8500多 还有一个9000多加币 实在是太贵了 严重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我们现在去Costco买点东西 还是逛超市比较适合我们 超市自由 已经实现了超市自由跟菜市场 今天不想做饭了 所以就出去吃一顿吧 又来楼港啦 我们今天配的我皮肤那么黄 因为你穿衣服是白衣服 是吗 是想我很黑吗 不黑 想我很黄 不黄 不敢说 不敢说实话了 想你不黑 好 放这一下 Google FQ 转松 你 可以 我 你不是喝多了吗 啥酒喝 眼睛膜还飞起来 只能用头发这样 感觉这家店的东西不怎么好吃 但是人服务还挺好的 主要就是大家坐下来喝杯酒看看风景吧 所以就是对吃的要求应该并不是那么高 如果大家就是想去这种terrace地方的话 先吃点东西再去 因为他们那吃的东西真的选择非常非常少 然后也没有太多好吃的 大部分人去的就是聊聊天喝喝酒看看风景就这样 那我们吃完就准备回家了 拜 我今天出门就是穿的这双鞋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面到鞋里面它都是皮的超级超级的舒服很软 而且它就跟你脚面接触的这个位置都是做的填充的 所以它踩起来就软软的 真的是挺舒服的 但这个鞋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如果你脚出汗的话 它里面就会变得非常非常滑 它就这一个缺点总体来说就是真的非常舒服一点都不抹脚 这样子我很喜欢就很简单也挺复古的 很百大的一双这种白色的特鞋 很喜欢 给大家介绍一下凶价家军 典型的 据说年轻人比较喜欢这家 因为它设计挺好看的 质量参差不齐有好有坏 价格比较挺 大家周末好今天是星期六 然后我们打算继续去看家具 最近基本上都是出门就是奔家具店的节奏 因为我们要买很多新的家具嘛 昨天也去看了没有看到特别特别满意的 就是大体先了解一下就多对比对比 我这个人有一点那种选择恐惧症 脑子里有特别多的家具搭配的想法 但就是不知道到底哪一个好看 第一次自己弄这些东西 所以没太有经验就想多看看 最近基本上都是带大家看家具店的节奏 那还是一起去看看吧 这个墨镜是我之前穿搭里有出现过的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雷鹏的那个墨镜 好像是还没有戴过的 把它拿出来还是挺喜欢的 它非常复古也特别好看 就这个金边加镜片的配色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但唯一一点就是它太挑脸型了 真的是太挑脸型 欧美人戴真的超级好看 或者是脸小一点的姑娘戴超好看 这就不错了 这就不错了 不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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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南方小伙伴知不知道 杨茜茜是什么 反正我们北方那边 我从小我老到就经常给我做那个 我特别喜欢吃 它不是特别适合夏天吃 但是因为今天来大姨妈了 就想吃点热乎的 所以就做那个 今天正好路过斯福兰的时候 去买了一个这个Bosha的脚膜 就这个东西 是看有人推荐的说 用了它之后 就是你的脚会有几天的过程 会扒皮 然后那个皮掉的差不多了之后 你的脚就会像小baby的脚一样 又软又滑 因为夏天经常穿凉鞋拖鞋嘛 所以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必要的 就想试试看 如果好用的话 我也会给大家再做后续的报道 那我现在就去做饭了 拜 Hello大家 我是上来给大家做安定的 这周Vlog基本上就这样了 内容还是挺多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新的一周就要开始了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 都能有新的发现 有美好的心情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Bye